哈喽,大家好,我是 我APEX賊搶 知道單排算大事的含金量嗎? 想不想掛摸我APEX的頂鍵操作? 我想看扣您,分好帥 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战神的射角讲解 地图是哈肯后院 他玩的是G吧 他玩G,开局竟然玩B跑 可以的,这个打法让我眼前一亮 期待他的发挥 再来一会发现没人过来 上箱子 哎,家里有人 啊? 不是,这不就两个地方惊艳到我了 一个是队友竟然没打中队名一枪 一个是他打完一枪后竟然下来了 那现在补不到枪了呀 二打二,对面不下包嘛 人物爆人了 居死 这人在干嘛 他还掉包了 不下包再往左刚斯是吧 二打一知道就个人位置了 nice,对我说掉了 没什么好说的 感谢对面代表左刚斯的大哥 送来的残局 哎,干第二回合 这马对面打A 一点没有锁住 这一波自己来一点锁了 可以的 先不说这马对面会不会打A 他有真调整的意识就很好了 哎,还真大了 但空枪就有点可惜了 架一会儿楼梯 反正对面顶上来 看来是没人顶了 人物爆居 哦,好多被居死了 先把说来看这一回合 卧槽,这灯花是什么碰子 炸的就不简单 眼神看到了两个人 没有选择打 第一时间选择了跑路 所以他要跑哪呢 看中路 这走位怎么就透露了一丝迷茫 二楼丢死了 选择了往回撤 卧槽,对面顶过来 碰死一个 空枪 哎,跑过来了 还打死了一个 再打死一个 这什么狙击枪 二打一 最后个人站在旁边 出来 我的发 这么远 这能把这个狙击枪啊 不是,这么远距离开进一枪 是有点过分了吧 等一下,让我看看他的配件 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呀 算了,让我看看这把 这开机的站位我爱了 无贵 什么固罗金汤站位 去中路 没看到人 进逼屋了 见不不慢摸 把中文的人摸死了 二打三 刚刚那人掉包了 他现在其实最好是去 刚刚掉包那人周围打 顺便还给帮队友 啊,好队友已经死了 但是EV3就很难了呀 喷子这么远也不好 不对 他的喷子的话也许可以试试 算了,是个锤子好猛 但对面好像压根就没听到 他开枪的声音 卧槽,对面他妈 不会来闭下包了吧 还真来了 真的吗 这什么送包虫子 不得不说 对面真的是人才辈出啊 之前一个残局带包走钢丝的 现在一个残局千里送包的 这对面的操作我真的爱了 这里有脚步 又打了一个 讲道理 这个残局接着赢了 我也不会惊讶了 因为对面的操作 已经让我足够惊讶了 一打一 后面有道具的声音 不往后看一眼吧 对面已经把包捡了 现在看太往了呀 人已经跑了 在脸上 跑得死了 总结吧 今天这位选手 用中油高等评价 先让你们沉浸式的看一会儿 有截人 有截人 莫戴重 需要支援 需要支援 发现目标 拒击手 有截人 击手 遭遇 这跑到搜轮头的都来了 你们先平分吧 好的 再来刷我的评价 今天注意使用的枪法 当论喷子 可以给到战成T2到T3的水平 给不了T2是因为对手的生法吧 不能说是眼花了乱 也可以说是一点没有 再来刷他意识 他意识也同样是提了到T3的水平 没啥亮眼的地方 也没什么大问题 打得比较中规中矩 而且他接着放了失误也没关系 因为对面放的失误比他更多 如果自己放了失误 那对面就更大的失误掩盖过去了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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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